我在豆瓣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说这是男人的真心话 恋爱脑正在来看看 从哪有多恶心 然后这个对话是这样的 写的这个放的是这个聊天记录 这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说哎兄弟们还是好好谈恋爱吧 然后又另外一个男的说 免费泡友罢了 其实结婚就是一场终身免费的嫖娼 透批还得找恋爱脑 恋爱脑也有很多漂亮的身材好的 有的女的打女拳的那种千万不要沾 脑袋太清醒甚至仇男碰不了 然后呢 这个很多的评论就这么说 说告诉大家是真的 打全能屏蔽世界上90%的渣男 然后还有的评论说 男什么都懂 当然恋爱脑呢 为爱脑忙呢 谁也救不了 然后我的观点是 恋爱脑啊 说白了就是精神依赖性比较重 特别怕孤独 不能正确的处理自己和孤独的关系 所以引发的眼瞎 心瞎 脑芒 和脑补 就是靠自我欺骗的创造出一些幻觉来制造一些 啊这个想象中的啊 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世界里 这种人呢 才叫恋爱脑 而这种恋爱脑呢 是最容易忽略 这个渣男人品性格上的缺陷 还有心态上的 跟你这个交往心态上的缺陷 他们会选择性无视 只会放大在那室里面找糖吃 啊 在玻璃渣里找糖吃 放大渣男的那一点甜 那一点好 啊 因为他们内心里太孤独了 什么时候是孤独呢 其实很多 恋爱脑的本身呢 是比较缺爱的 作为女性来讲啊 只要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男权世界里 天生就会缺爱 天生就会觉得孤独 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关注她 连她的父母都有可能 不是对她那么重视和关注 哪怕是独生女的父母 这是很普遍的 但是呢 女性呢 必须要逆转 这个劣势 这个败局 就只能说自己 奋发图强 自己让自己精神独立起来 然后让自己克服孤独的 怕孤独的这个 心理缺陷 当你心理上 没有这个弱点 没有这个软肋的时候 你才不容易 碰到渣男 你哪怕你碰到 你会很快的就过滤掉他 这样你就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对不对 我会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我会不会让自己受伤害 我会不会让自己受伤害